社頭國中是我跟佳琛老師負責的學區 所以我親自過來了 那這個活動是學校辦的記憶紮根 你們如果不清楚那個字就是後面那邊 就是說我們除了學校辦理的國中記憶班之外 國中記憶班是國中生 我想在場的同學也有國中記憶班的 有沒有 有舉手 有沒有國中記憶班來的 沒有 利有 利有 我們這位攝影師我最最感動 他從練國中一年級就報名達德 有夠讚耶 那我們講到這個區塊就是要跟各位提醒 我們今天來的是做服務 記憶紮根我們除了國中記憶班之外 他那個是常態性的 每個禮拜到記憶中心去上課 那其他的學生 我們也希望他們可以去體驗 可以去體驗 那就是記憶紮根往國中端往下去紮根 所以我們今天提供的是服務 把你目前在達德學道的觀光科的調酒的技術 分享給國中學生 說好國中3088的同學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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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經好 主經好 很高興 我們在高職裡面會教的會學的一些記憶課程 然後到國中來這邊用短短的時間 我們兩節課的時間那交給同學這個容易做很快學很有成就感的一個職業實作課程 那我們今天來的是觀光科的同學 觀光科的你們的概念可能就想到 民隊導遊 事實上他們一個很強的項目叫做飲料調製 今天你好好上那你回去之後 回家之後 多練習 也許將來你自己可以開一個飲料店 我們社頭五步路就一間飲料店 可是你要特殊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要有技巧 要好好的去學習 那今天我們學長姐交給各位的有三種飲料 我們今天的講師是我們觀光科的科主任 林智麗 林科主任 掌聲歡迎 我們社頭國中在巴德山宮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學校 對我們來講 所以我們是把科主任都請出來了 我們沒有隨便派個老師來喔 派一個主任 有漂亮嗎 漂亮 這樣就對了 這樣很好 那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 我們觀光科的調酒的選手 先各位表演 幫各位表演我們的 口部折疊 口部折疊 口部折疊秀 然後今天 柯主任要請各位調出三杯飲料 看一下看一下 拿來看一下 盒子瓶子 先讓同學有一個概念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這個是要放那個漸層飲料 剛剛雅妹老師說要幫你們貼標籤 這是我們今天課程的成果會達分數的 所以你們要好好的學 這個是要放漸層飲料 做完之後這個是要送你的 那還有兩杯飲料 也就是說你們今天是很幸運喔 我們托雅妹老師的福 他就選中了貴班來學 你們今天會有三杯飲料 這一杯 還有兩杯 你不要全部喝到你的飲料 分享 這有兩杯 一杯是 冰奶奶奶奶奶 紅茶奶奶奶 還有一杯是 冰奶奶奶奶 好 你說得好 我不會 冰奶奶奶奶奶 所以這有三杯 那剛剛跟雅妹老師有討論過 今天展現你們的誠意 你自己當時的兩個拿去分享 好 等一下雅妹老師會教各位 好 那我們現在首先來看我們 官服社的表演 來 掌聲歡迎 各位社頭國中的同學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是達德商工公關科的公關服務社 那現在我們左邊那位學長 所做的是展台的鋪設 那我們展台的鋪設 是為了讓展台更加的有層次感 那現在右手邊的這位學姐 所做的是花式口布的折疊 他現在所折的是燦爛火花 那我們的口布有分為客用 扶琴用還有觀賞用 那現在我們所做的是觀賞用的 那我們在折口布的時候 都要用手刀下去整理它 就像學姐這樣子一樣 就是用手這樣畫過去 那我們蝴蝶的話有分為公蝴蝶和母蝴蝶 現在所折的是母蝴蝶 那這兩位同學曾經參加旅館被的整床的第一名 還有那個托盤的第二名 現在學長也是用手刀下去整理這個 我記得那一首可好 記得大天星空 前來的新疆破碎 也可以起碎 可是這零夜相遇 太美 就算臉乾淚傷到底 心情會有所謂 阿水姐 現在坐我就是等你恐怖 我破間沉疊 願和你說廢 最怕你回憶去不回 雖然愛過我 給過我 想過我 就是安慰 我想你飛 溫柔的吹 想你的鋼肉 把我包圍 我想你飛 多遠都不累 雖然旅途中有過痛和淚 我想你追我 溫柔的吹 只要你無怨 我也無悔 愛是那麼美 我心逃退 對愛的淚水 掌聲鼓勵 我會願意在聽 我們很謝謝同學 剛剛學長 學長剛剛有點小小的緊張 所以他剛剛就覺得自己沒有很好 各位生側國眾同學 班峠早上 episode 大陨山 неб蓋 宇宙�aver环 robi 讓以下我就應付 學長小朋友 要香港敗手 然後來吧 我 2012 格尉 唯一的支持 拗毛大工做出來 We were sleeping back to bed We know this day was a bit too late Good on paper Pages are burning Chase that hard to fight too fast Pick a white face, we'll be painted black And I wish you would hurt me harder than I hurt you And I wish you would've went for me, but you always do I've been hoping Somebody loves you in the ways I couldn't Somebody's taking care of all the mess I need Someone you'd love to change I've been hoping Somebody loves you, let me go Happy, happy I've been hoping I've been hoping 也就是最重要的動作 就是在使用上去之前 都會做恐慌的動作 這位所做的動作是第一次選票的動作 也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平鎮的動作 我們每年都會參加 許多國際新的比賽 例如中衛學姐 在去年的台中盃 得到創意小球組 亞軍的好勝機 我們現在所說的是 黑森麵果麗茶 這位主要是讓現場的觀眾 了解你所挑剔的酒裡面 可能會有哪一些 可能需要一濕的裂出 現在學姐所說的是 別豆花茶 別豆花可說是 東南亞的偏寒染設計 然後加上磚 可以呈現 漂亮的淡紫色 現在學姐手拿的是 兩酒氣 兩酒氣 是為了要測量出 剛剛好的酒量 不會過多也不會過少 所以我們使用兩酒氣 最後我們加入FAMMY 我們歡迎學長出場 我們現在所加入的是 新鮮柳橙汁 我們現在所加入的是 花式調酒表演 現在學長所做的動作 是一張的動作 你是否來給他 6.12的掌聲呢 現在學長所做的動作 是一張一張的動作 花式調酒的困難點在於 眼力以及耐力要非常的強 有時候一場 別人下來也需要5分鐘以上 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呢 有沒有很帥 很帥 很帥 現在學長所做的動作 是你兩張一體的動作 好 來給他掌聲好嗎 好 來給他掌聲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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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學長要做的是 三屏的動作 那隨著平時學長的專家 超式的技巧 以及困難點也會越來越高哦 好 學長很帥對不對 好 學長很帥對不對 帥一大了 我 Kellik eli 好帥 醬 來給他掌聲 I've been hoping somebody loves you when other ways I could 手上學者做的動作 是麗冰的動作 我們10分手上娶裂 揍身體加 手上學者做的動作 是第二次選做動作 我們瓜瓜美靈 我們都會舉辦連地下旅行 我們去過日本、韓國、西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我們會當地的學生進行加油 看學姐像剛剛所調好的 我們要倒出的肥皂 看學姐像做氣熱真理 So when you want to change I've been hoping Some would love you 我們現在上成品讓現場的觀眾 以及評審了解 我們已經完成這道音頻 我們再次謝謝學長姐的表演 那我們先幫你們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講過的最底的那一層是糖漿 紅色的部分 那這一瓶是紅石油糖漿 那這一瓶跟那一種 它只是罐子的形狀不一樣 它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場飲料 它主要的是要靠 我們裡面的材料糖分 然後去做顏色的堆米 那糖分越重的東西 它就會下層 它就會自己下層在小捏桶 那我們這個紅石油 我們這一道飲料的部分 紅石油糖漿 我們會加30瓶 那我們桌上 同學可以檢視一下器具 應該都有看到 我們都有一個涼酒器 這個叫涼酒器 有看到嗎 每組都有嘛 對不對 那涼酒器的部分 它有大跟小 上面的這個是30瓶 下面的就是一半15瓶 那我們糖漿要加30瓶 所以呢我們會先倒30瓶的紅石油糖漿 然後我們就直接倒到杯子裡面去 手抖了一下 然後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冰塊後面才加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先加冰塊下去的時候 我們到紅石油糖漿 我們冰塊旁邊就會沾到那個紅色的糖漿 那等一下你做那個漸盆的話 那顏色會混在一起不漂亮 所以呢我們會先倒糖漿 然後再加冰塊 那冰塊部分 杯子裡面要 就是要因為冰塊比較大空比較小 所以我剛剛講說 裡面手裡面要洗乾淨 所以要壓一下 然後這個動作來講會比較耗時間 然後我冰塊加到多少 加到杯子的9分滿 9分喔 9分滿滿滿滿 自己要喝的嗎 所以如果等一下 就這樣喔 同學那個那個 那洞小雪道樓都有那個洗手牌 所以可以去 然後這個洞 這道飲料最麻煩的 就是冰塊 你要一顆一顆夾 沒辦法用冰彩一次 你都跟我說 不讓我去吃 你有沒有趕快 你怎麼看 我今天要把這碎菜 我也要把這碎菜 都跟你吃 好 有時候要拿到老陣 你挖了 好 你來 你怎麼看 你會給給我 你會給媽壞 那邊 你會給我 你媽壞 然後還給我 你怎麼看 對,因為洗血液加下去的話其實沒有,不是說飲料點好,第一是我們那個,我們的自閉劑的部分的話,它那個,它的冰塊自出來的話,它不夠時期,它是空心,所以它等於其實它化得很快,齁, 然後這好了之後呢,我們每個桌上都有雪碧,那雪碧就是大瓶的,其實桌上去的話是,兩個人可以共用一瓶的量是夠的,所以我們桌上只有給三瓶,好,雪碧,好,OK齁,那我們的雪碧就,倒下去,那你就慢慢倒,你不要,一下子就,你不要下去,不然那個顏色容易混在一起,不好看喔, 然後,我們在一起,我們就沒有,把這個刺激煮起來,好,OK齁,那我發現,我們冰塊子就曾下去了, 來 那我們的雪碧要加 加到多少 其實你只要大概八分嘛 因為我們這邊上面好像一層蝶豆花 那剛剛我們學姐幫我們去裝好蝶豆花 我們蝶豆花幫你們套好了 那就是那邊紅子上面有貼的那個蝶豆花 那蝶豆花部分呢 它是蝶色 藍色嘛 剛剛我們學姐講說蝶豆花玉帥說蝶色 所以我們有幫你們 早上我們在課辦裡面 我們先幫你裝好新鮮玲瓶子的部分 那個 現在已經夠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會分齁 其實它只要一滴就可以變色了齁 來 那我們攪拌一下 剛剛是什麼顏色 變色 對嘛齁 我們已經就變色了 然後我們就算那個蝶色 那這個我們有帶一包 因為我已經幫你們泡好了 所以我們有帶一包乾燥的 就是它給你們看一下什麼是蝶豆花 然後它長之前 如果等一下同學想看的話可以看 那蝶豆花也想問說 那如果我自己泡 到底要多少 它其實它這個只要三四朵 它就可以泡出這樣一盒了 所以你不要太多 你越多的話 顏色越酸 那你加酸進去 其實你沒辦法看出它顏色的變化 所以當如果這個像外面很多人在買 如果你要自己買回來做建成飲料的話 比如說我原來會要使用 那蝶豆花不要就是很大很多 就一點點它就可以泡出一盒藍色的 那只要加一點點的酸它就可以變色了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用 因為我是要做建成嘛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用八叉匙 桌上每個人都有一支 這個叫八叉匙 這個我們去喝飲料買飲料的時候 都有看過店員在使用這一支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用那個八叉匙的 那個湯匙的那個背面這邊 然後呢我們把它輕輕的靠在那個杯子的口這邊 然後我們要用那個飄浮法 慢慢的就是讓我們的茶湯 然後透過我們湯匙的屁股這邊 然後慢慢的流進去 那它這邊混的顏色 才不會就是混的就是 讓它混掉 OK嗎 齁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同學就用一壺這個 可愛壺 這個叫可愛壺 去裝那個蝶豆花 然後過來張 過來那個加檸檬汁 然後每個人可以使用 那我就是要去倒 慢慢的倒 好 那我們蝶豆花加到多少 就把它那個加到滿就可以了 好 然後你們記得要慢慢倒喔 好 好 好了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的一道其實就很簡單 你看這道很簡單 然後剛剛我們主意說 這一罐外面買 可能就很貴 六七十塊 但是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用的東西其實 成本很低 就是你看這個 它夾30ml 然後我們雪碧加上去 然後再泡一點 多花就可以了 所以呢其實這個飲料很好做 OK嗎齁 這樣子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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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泥酒 几十多罗 泥酒 牛奶多少罗 120ml 那如果有人 像有些人不喜歡喝奶味太重的 你可以加90ml 如果你想要喝奶味比較重的就是120ml 然後脆度就是120ml 那120ml剛剛交過了 就是要去量 所以這邊是30ml,這加幾次 4次,量4次,然後倒進 可以嗎?所以我們就用公杯 OK,慢走,慢走 你們不要一直注意我,然後我就會吃抖 你們就很喜歡一直注意我 不要一直走,你看我,就會緊張 對啊,為什麼大家一直都會注意到我的身上呢? OK 我倒數次了,我倒數次 那果糖20就可以了 20的話要倒多少 8分滿 為什麼 果糖大概8分滿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一個30ml 那如果乘以0.8的話大概24 所以大概7到8分滿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倒進去 然後倒進去 然後倒計團之後 你想說老師 那這樣子那個部分的話會 出現嗎?所以我們都要一個八擦室 那八擦室的功用,剛剛洗過嗎? 有齁,所以我們就是 八擦室直接進去,然後把它做攪拌 那你不要孩子 一下子可能就ヽ ノ 好甜齁 Oder 我們要幹嘛做個攪拌 然後攪拌完之後呢 我們就到紅茶 那紅茶這個部分呢 不是直接倒下去 因為它倒下去的話一定會混 所以我們也是要用漂浮法 我們今天做的三道應該都用到漂浮法 所以要用漂浮法 那漂浮法已經三間弄會了對不對 就是一樣 八叉十一式一樣嘛 就是反面 然後沿著屁股 這邊沒有 然後慢慢的順下去 那你的紅茶要加多少 就是大概剩一點點 我們大概加到快九分 然後上面那個 那一層呢 就是刮奶泡上去 可以嗎 好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就是一樣 然後呢 奶泡 怎麼加上去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上面有一個圓湯匙 我們會用圓湯匙來刮奶泡 奶泡很多齁 很綿密 那奶泡這也是用牛奶 牛奶去打的 所以 所以 然後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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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你們 因為我們如果正常上一條客 他們會有個長餅的咖啡池 所以我們把它放在上面去 你們的不會有 OK嗎 你們的就是吸管 OK 那因為剛剛同學說 怕持續來不及 所以我們連另外一道一起做 就是 冰 我們一起做 因為他的動作其實都很像 因為怕持續來不及 所以我們一起交 可不可以 那他去換綠茶 那這牛奶 綠茶 綠茶這個就很簡單了 這個都去了 這個都去了 那個老師 竹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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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那 我們就先交 一樣就是一樣的東西 來我們先交第二道 第三道 來我們先交第三道 來我們先交第三道 是冰奶蓋路 那我們現在 我們冰塊 因為我們綠茶要是唱的 所以冰塊一樣是加九分滿的部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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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奶油 先奶油要拿過來 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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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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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 有一 大 有 來 那這個 鹿茶一樣到八分滿 我們冰塊要多 因為我綠茶很燙 你看我們的冰塊比較空心 發現我們冰塊融化很快 然後呢我們是要做奶蓋綠肉類八分滿 然後我們的果糖一樣 我們剛剛是20 所以你也是計20就可以了 其實可以做到30 如果你想喝甜一點的話可以做到30 如果不想那麼甜的話你20就可以了 蛤 你要30 好 可以啊 就是看年輕人 因為有人會喝比較甜 一樣直接倒進去 直接倒進去可以嗎 動作很簡單 然後一樣用我們的八叉石 這個剛剛有 牛奶對不對 他這有牛奶齁 所以 不要混在一起齁 所以我們那個一樣用攪拌的很快 等一下你可以先倒好 然後等八叉石再來攪拌這樣 好 然後呢你會覺得想說 那奶蓋怎麼加上去 我們有一個這個是 胡糖液態鮮奶油 那我們每個人桌上都有一個 這個 它是鹽巴 你們喝過奶蓋的東西嗎 鹹鹹有沒有 有沒有 你們喝過那個什麼八五的奶蓋綠 沒有 海鹽綠 海鹽青 對 我每次喝一碗 是海鹽青 奶蓋綠什麼 海鹽青 有一點鹹鹹的味道 所以呢 我們這個 鹽巴 不要加太多 你這個比較 不用整個倒進去 如果不夠鹹怎樣 自己家是不是 然後呢 好了之後呢 我們無糖液態先拿 這個要換一下杯子 這不好幫我幫我幫你 來不會抖來 你幫我用 看你會不會抖 來 這會抖這個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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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孔一定會 記出來 我們要45毛 所以多少 所以多少 一個又一半 他要這樣倒 然後這樣繼續 一個又一半 45毛 記得45毛 所以要一個大的 再這樣一半 OK齁 我站在冰箱 我沒辦法 來 那 我們裡面呢 因為我們要打發 那個 就是奶蓋 它奶蓋也是膨脹的 就對了 要打發 你們剛剛我們那一道 打發的時候 我們重點是要怎樣 冰 對不對 我們剛剛奶泡不是說 一定要冰嗎 它才可以打發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奶蓋的部分 它也要冰 所以呢 我們就是要加 一點點冰塊下去 去學課齁 然後我們找我們調酒色同學 這會學課了嘛 對不對 加一點冰塊下去 你們想看哪位同學學課 學長還是學姐 學長還是學姐 學姐 學姐啦 學長 學姐 來 你們要順解好 我就找她 來 我們的那個 來 仔細聽喔 我們的搖酒器 記得 我們有三 它是有三個部位組成的 我們要一個一個蓋上去 你不要一次很貪心 然後就一次就是 一次這樣子沒有 然後直接蓋上去 我們要一個一個蓋上去 來 搖酒器 來搖一下快點喔 來喔 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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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搖到什麼時候 旁邊有起霜 來看一下 好了嗎 來 旁邊有起霜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有起霜 有起霜 衝下吧 有 很大 然後好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 怎麼倒 我們剛剛說 我們今天的三道一道 都是在哪裡 飄 所以一樣 再飄上去 OK嗎 然後學姐飄嘛 一直說我手很抖 來學姐來飄一下 不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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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看他會抖 走 走 對啊 可以啊 再把它撥滿 啊 留下去了 留下去了 啊 留下去了 不要緊 不要 不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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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啤酒 很厚喔 啤酒 啤酒 對啊 OK嗎 你可以嗎 好 這樣OK嗎 可以嗎 不要掉下來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馬蓋綠茶 打得光光 舉世無雙 專業技能 服務至上 頂尖團隊 光光最棒 哇 哇